大家好 这里是语文闲话 我是语文 在前两讲中 我们探讨了 萨凡娜和莫罗这两位绘画大师 他们虽风格迥异 却共同承载了象征主义的旗帜 奉行着主观的客观化这一艺术追求 然而萨凡娜的简约和莫罗的复杂细腻 均未能彻底解决一个困扰象征主义 艺术家们的难题 人类内心涌现的诸多意象 并非总能在现实世界中 寻得其匹配之物 就拿鬼怪这类存在来说吧 他们仅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徘徊 却无处在现实世界的画布上寻觅秘筑之地 于是如何在画作中捕捉这样的象征 成了一个挑战 今天让我们将目光转向象征主义中的 另一位奇才梦幻般的奥迪龙雷东 探究他是如何将画比跨越现实与想象的这一鸿沟 那么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 还是请新来的朋友们点赞订阅分享本频道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分享 奥迪龙雷东一个与印象派同时代 却对印象派画家心存轻蔑的绘画大师 生于1840年的法国布尔多 他后来被誉为十九世纪末 象征主义画派的领军人物 被德尼比作画坛的乌拉梅 雷东在美学上主张发挥想象 而不依靠视觉印象 在他的眼中印象派的画家们不过是机械的描摹所见 认为他们的作品简单的如同数纪元的笔记 缺乏深度 莫罗和雷东在这一点上是达成了共识的 他们认为艺术是对思想的深根性作 是脑力的较量 而非简单的视觉在线 赛尚也曾经评价莫奈 不过是用一只眼睛创作 也许指的正是这种观点 那么雷东是如何定义艺术的呢 答案是两个字 想象 这种想法或许与他的童年有关 雷东生来体落 他的小时候家人都怀疑他长不大 是否能够活下去不知道 因此将他送往乡下亲戚家中 在那破败的景致和单调的乡村生活中 缺乏母爱的雷东 变得异常敏感 在孤独与不安的氛围中 他将自己沉浸于幻想的世界 回忆童年 他这样表达 我是一个忧郁而脆弱的孩子 偏爱那些暗处 隐藏于窗帘之后 屋内阴暗角落的我 体会到了一种深沉而独特的欢愉 至于绘画天分 在雷东很小的时候便显露无遗了 年仅11岁的他就在当地的一次绘画比赛中 斩获奖项 那时他甚至还未识字 成年以后 尽管家人期望他从事建筑设计 但他未能如愿以偿的进入大学深造 这个考大学这个事 不知道是他故意不为 还是不能 因为事后证明 雷东不但是绘画天才 而且还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天赋 在雷东坚持不学习不作为 而执着于画画的 有手好闲的坚决态度下 终于24岁那年 他严厉的父亲 朗布拉允许他成为热罗姆的学生 从而投身于绘画艺术的学习 画家热罗姆作为安格尔的门生 自然传承了学院派的教育方法 然而雷东在学院派的严格规范下 却感到备受煎熬 感到难以呼吸 他反感老师对明确线条的执着与追求 因为在他的眼里 世界并非由清晰的线条所界定 而是由充满内在深度的心理活动所组成 雷东的感受可以从他的话语中得到反应 这个老师让我饱受折磨 他要求我画出明确的线条 可我所见到的只有事物的阴影 以及他们内在的深度 在我眼里一切轮廓都是朦胧的 不确定的 这种观点在雷东的早期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的早期作品几乎全都是以黑白为主 雷东将黑色视为最根本的色彩 甚至提出了对黑色的赞誉 他说黑色是最为本质的色彩 我们必须对黑色怀有敬意 任何一种别的颜色都无法取代他 他既不会逾越我们的眼睛 也不会唤醒我们的情感 他的这一见解不仅挑战了色彩在画面中的传统作用 也反映了他深入探索事物本质与表象之间关系的艺术追求 雷东的社交圈不仅涵盖了绘画艺术家 还广泛结交了当时的知识分子 他与马拉美不仅是邻居 更是密友 与修拉的关系也颇为不错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雷东虽然没有考取大学 但他本人在门学上也有相当造诣 其文章的水平并不亚于专业作家 这些交往和个人的门学能力 使得他对新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概念 有了深刻的领悟与理解 起初雷东偏爱使用黑白色调 或许只是他个人偏好的偶然选择 但当他深入理解象征主义理论后 这种对色彩的拒绝 便隐含了更深层次的意义 他的这种简化并非夏凡纳斯的简化 而是一种在放弃了色彩这一维度后 更专注于探索对线条和形态普遍规律的简化 雷东和莫罗一样 由于家里有钱 无需依靠卖化为生 因此在创作上就较为任性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进入到现代社会 资本才是创新的第一核心动力 否则你连生存都难 还怎么去创新呢 当时的雷东就创作了大量充满幻想的作品 这些作品被象征主义作家于斯曼形容为 病态和疯狂的梦幻曲 在最初的时候 雷东的这种自说自话的画作 并未受到重视 但到了1884年 于斯曼的小说逆流出版了 并极力赞扬了莫罗和雷东 这使得雷东与莫罗同时名声大噪 不过与莫罗作为一个影视不同的事 雷东并不排斥与同行及其他文化人士的交流 他甚至参加了他内心看不起的第八次 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画展 不过也正是新印象主义的修拉 与象征主义的雷东的参与 使这次印象派画展成了大杂烩 这也是导致印象派团体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在那以后没过多久 雷东就开始对象征主义文人们 对其作品的过度解读表示不满了 他认为他创作的是一个幻想的世界 一个梦境并非对客观世界的直接反应 所以后来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 承认自己是受到了雷东极大的启发 原因就在于此 雷东自己也强调 如果仅凭意志力在艺术中什么也达不到 一切全凭潜意识 因此之前象征主义试图在观念与感觉之间建立对应的这种方法 对雷东来说并不完全适用 他对此表示 那些象征主义青年作家看见我的作品时 总是有些惊讶 我的作品里究竟有什么东西呢 你能肯定事物的本质就是你所设想的那样吗 我只不过是稍微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小门而已 我创造了虚构 他们却走得太远了 雷东的前期作品通常以黑白色调展现 充满了幻想和象征主义的特点 解读雷东的画作时 我们不能简单的从象征主义的理论出发 认为画中的每一元素都对应着一个特定的固定的意象 虽然雷东的作品中确实有象征主义的影响 但是他自己似乎对这些过度的象征化解释 保持距离 解读雷东的作品应该更加注重作品 所要传达的整体情感和幻想的氛围 而不是试图找出一一对应的客观规律 这种解读方式 与马拉美试图通过诗歌的音乐性来达到通灵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 马拉美的方法是试图通过诗歌的形式和韵律去触及某种普遍真理 而雷东的画作则是一种更为个人化内省的艺术表达 雷东强调潜意识的作用 对于超现实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 超现实主义者认为通过探索梦境和潜意识 可以揭示一个更加真实的超现实世界 因此对于雷东的作品可能更合适的解读 是将他们视为探索内心世界和梦境的一种手段 这种探索没有固定的规则 也不必寻求客观的对应关系 雷东的艺术是关于个人幻想的表现 以及通过艺术来触摸那些不可言说的感受和思想 打个比方 二战期间美军在塔西提岛建了个机场 天天大飞机飞来飞去的 这个对土著居民多有打扰 那么美军就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每次飞机降落下来都送一些巧克力 肉罐头什么的给土著作为礼物 这就让那些土著居民们将大铁鸟和好吃的食物 在意识里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战争结束后 美军一声招呼都没打就走了 这个土著们心里就着急 这个大飞机怎么不来了 然后就用玉米截杆做了个耳机戴在脑袋上 模仿塔台工作人员朝天上喊话 大铁鸟大铁鸟 我命令你赶紧的飞过来 喊了半天大铁鸟也没来 土著们就各种改动喊话的节奏去尝试 大铁鸟大大铁鸟大铁鸟 各种节奏怎么尝试 玉米他们的诗就可以理解成这种大铁鸟的各种遍体 这个比方是形象的描述象征如意诗歌的一种解读方式 也暗示了对这类艺术作品求解的无畏 就像土著居民模仿塔台工作人员的行为 期待飞机回来是一样一样的 人们在面对象征主义艺术时 也常常试图通过模仿或复制某种形式节奏 来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 象征主义诗歌强调的是形式上的音响 节奏和意向的内在联系 而不是明确的直接的意义 所以这种艺术形式可能让寻求具体解释的人们感到困惑 象征主义诗人并不期望读者能够完全理解他们作品的切实含义 因为作品本身的意义可能就是不明确的 而是在于唤起人们的感觉 气氛以及个体的主观体验 在这个比方中 大铁鸟就不仅仅是飞机的字面意识 而是通过土著人呼唤的各种变化的节奏 来寻求一种超越字面的联系和回应 这个比方也点出了后现代作品 如《等待歌多》面临的问题 《等待歌多》是萨缪·贝克特创作的一部戏剧 被普遍认为是后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这部剧本首次公演于1953年 在文学和戏剧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部只有两幕的戏剧 讲述了两位流浪者戴迪和高歌 在一个不确定的地点和时间 等待一位叫歌多的人 他们不清楚歌多的具体特征 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会来 甚至不确定他们是否在正确的地点等待 在等待过程中 他们遇到了几个其他角色 郭卓和他的奴隶 奴基以及传递消息的一个男孩 剧中的对话通常是荒诞无章 完全不知所云 情节缺乏明显的进展 而歌多最终从未出现 但这部剧通常被解读为对人类存在的深刻隐喻 探讨了生命的意义 孤独期望与绝望等哲学问题 观众和批评家们往往寻找具体的象征意义 而作者贝克特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赋予各多一个明确的象征 在他看来作品的开放性才是他的本质 这样的作品挑战了传统的解读习惯 要求观众接受不确定性 享受探索过程的本身 晚期的雷东脱离了他早期作品中的黑暗色调 转向了明亮鲜艳的色彩 但却故意把形状和叙事主题进行弱化 这体现的正是象征主义马拉美诗歌创作的理念 雷东在画中对形的放弃 就等于马拉美在诗中对词语的放弃 这种转变反映出了一种彻底从现实主义到象征主义 甚至是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转变 在这样的作品中传统的叙事和明确的形象 不再是艺术表达的中心 取而代之的是对观众情感和想象力的直接呼唤 这实际上是对观众的一种挑战 邀请他们进入一个更加抽象的思考空间 探索由颜色形状和线条所激发的内在感受 而非追求外在世界的精确描绘 尽管象征主义作为文学运动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也未能找到其所追求的那种类似于科学的规律 但他对于艺术的贡献是深远的 他推动了艺术的抽象化 影响了现代艺术的许多方向 包括抽象派表现主义 超现实主义和立体主义等等现代流派 通过这种方式 象征主义深化了艺术表达的可能性 强调了艺术与观众个体心理体验之间的关系 从而成为西方现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好象征主义及其画家介绍完了 从下一讲开始我们介绍以马蒂斯为首的野兽派绘画 请喜欢的朋友们点赞订阅分享本频道 谢谢大家的观赏